大家好,我是封信子 我最后买来种在花盆里的这些辣椒也开始接了 都挂上了小辣椒 长势也还不错 但是当初我买的是六颗五彩泡椒的苗 六颗尖椒 现在接了辣椒以后发现全部都是尖椒 这个苗是在某宝上买的 这个卖家的苗种出来货不对版呢 这些粉贝贝小番茄也是在这家买的 不知道到时候红了以后到底是不是粉贝贝 我都有点担心了 但是现在结果这还结的挺好的 一根枝杆上结的多的已经结好了五色锅了 结的少的话大概是结好了三色锅这个样子 每天晚上都下雨 昨天晚上终于没下了 然后今天又出了大太阳 就把这个番茄都已经晒得有点发烟了 我的熏蒸菊中午的时候还开得特别漂亮 现在就已经干成这个样子了 现在已经是傍晚了 我都吃过晚饭过来的 顺便就给他们试一下液体肥 前两天我的黄瓜都已经发现有弯瓜 大肚子瓜 就是因为缺肥的关系 所以今天就来给他们通通都试一遍肥 这次我给那些蔬菜们试肥 就用冬天的时候发酵好的花生肤 这个大桶里面的 我才用过一次还是两次 反正用的比较少 之前上面是有很厚的一层白膜 现在用过之后 它上面的白膜有的就盛下去了 看这个液体 金黄金黄的 好 我先装一些出去 刚刚咬出来的那个花生肤 我咬了一杯子是1000毫升 看这个液体 是金黄金黄的 这个小杯子是250毫升 我这样一个大桶 大概是装30多斤 我每次就只堆半斤 咬了鱼池里面的水 这个花生肤的肥水发酵了 已经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了 现在是没有臭味的 发酵的时候是加了红糖叶红菌 还有很多橘子皮 发酵的时间长 它的肥效也会比较好一些 用量也会比较省 像我之前发酵的甘油饼肥 再泡成液肥 只泡了几天 或者是十来天的话 兑水的比例 我就用的十倍左右 这个花生肤发酵的时间比较长 它的肥效也会比较好 所以兑水的比例就可以多一些 大概是用50倍到80倍这个样子 发酵的花生肤肥水 我一般会用它来浇花 或者是结果类的蔬菜 黄瓜 番茄 茄子 辣椒这些 种的叶菜 我一般是不会用花生肤肥水浇的 因为它里面含有一些磷甲成分 浇叶菜浇多了 容易早抽苔早开花 反而不好 叶菜我一般都是用 桃米水果皮做的 那个浇树叶椒 最近的天气不好 总是下雨 这些花的长势 也没有之前的那么好 总是下雨的话 能够控制好病虫害 不死苗的话 就已经阿弥陀佛了 像月之花的话就比较脆弱 总是下雨的话 它就容易生一些白粉病啊 黑斑病啊 反正各种病 黄瓜落外后 第一次给它追肥 之前就出现了一些弯瓜 或者是大肚子瓜 大小头瓜 都是因为肥力不足的原因 肥力不足苗长得比较弱 它也容易生一些病虫害 因为它自身抵抗力低下 就容易被一些病菌啊 细菌所侵染 老是下雨的话 不太好追肥 就之前埋过的那一点点饼肥 长这么多瓜 它营养根本就跟不上的 还是要这种液体肥 它的肥效来得比较迅速一些 今天浇了 明天就能看见长势 我看这茄子 长了好大 茄子我就直接给它浇到沟里就行 泥上去它也会 留到沟里头来 你给它拧到这个脚下 最后也是跑到这个沟里去了 就直接给浇沟里就行 拉着 拉着的根系前 慢慢的浇 让它慢慢的渗透到根系上面去 这块是大番茄的厕姿 牵插的 也已经开花了 我们浇水或者是施肥的时候 都不要着急 浇一次之后 让它慢慢的渗下去 再浇第二遍 第二遍剩下去之后再浇第三遍 这样子才容易把土给浇透 每次都把土给浇透了 就不需要每天去浇水或者是施肥 当然浇水的话还是要看地方 如果是比较热的南方地区 可能一天不浇水都不行 但是不管怎么浇 尽量的每次都把盆土给浇透了 这样才有利于植物的生长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这样了 我是封信子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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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